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去到第四節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其實剛才長毛的說話 不好意思因為節目安排關係打斷了 其實你剛才也提過一件事 藝術活動不跟我們平常上班 早上晚五、固定某個地方 很大程度上 從事藝術活動 可能你整個人在那個地方 可能要一整天或很長時間去住 甚至是輪舍 譬如現在很簡單 你是玩樂隊 你有音樂譜、工作室 然後你到街上去酒吧喝東西、吃東西 你一群人聚在一起 紐約就是這樣 現在紐約已經沒有了 布丁林他們的村居 我走過現在是最貴的 紐約全都最貴的 是很舊的 但是非負則貴的 住那裏 那些店舖現在又變了店舖 很多店舖 那些店舖 差不多是最貴的 當年的社區藝術家做出來 沒錯 所以你看到紐約都是這樣 一直被人吃了 那班人搬出去了 或者那班人以前住的時候是租的 現在是法拉達在購買 然後可以收租 或者建一間很漂亮的公館 當然他們外國就對保育 因為他們有歷史感對保育 就看上去沒有香港那麼同仇 因為他們不會拆掉它 但其實一樣 就算現在是銅花的村 我走過我走過 也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其實香港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跟政府辯論 西九區跟現在政府做這些工廠活化 如果西九區花那麼多錢 如果你是拿那些錢去活化社區 給一些藝術家在那裡生活又不同 因為你要明白 窮的藝術家去喝杯啤酒 如果那裏是便宜一點的 20元有交易 30元有交易 那你才能坐在那裡喝的 如果那裏是甚麼時候接工作 或者甚麼都要走出去外面 喝杯五、六十元的啤酒 陪別人 你明白嗎 你技術是要坐在那裡吹水 坐在那裡碰撞 有個地方 有個交易 有個交易 因為那些樂器 整樂器 二手書店 很多東西 顏料 如果你做藝術家去那間顏料廠那裡 賣顏料店那裡很貴 那間也很貴 你走到那裡出去 又要坐車出去 去那裡買些很貴的顏料 那些顏料本身可能是貴的 但加上地租就很貴 因為那些顏料店 是這樣的時候 你畫畫一圓是大鑊的 買些魚油又大鑊 很簡單 像琴行那樣 你看琴行有多少人貴 那些琴 當然那些琴是貴的 那你開在最漂亮的地方 像Tom D在纖沙咀 你搬到去便宜一點的地方 你又買到琴的 所以整個問題 我們對藝術的看法就是 政治藝術和流行藝術 都是要像一個典範 不是我們在那裡給些 Fertilizer 你在那裡嘔吐 全世界都是這樣嘔吐出來的 其實香港政府對文藝創作的誤解很深 我們之前說過一個動物園式的管理 他們就把本身已經有的東西 就要重新編輯過 就趕我們走 然後找一個地方 就好像困我們在那裡 你們在那裡做就行 他是覺得這樣做 那這個就跟我去咬 你給一個studio 他好過沒有 這個人好過沒有 不用說了 譬如你活化工廈 可能林鄭月娥 就幫我們修緝一些場 就是要確定不要倒樓 還有減租 減租就會發到工廈 其實我們這班人最需要什麼 就是一個便宜 一個好 就是一個空間去做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城市規劃 是說有一個政策 是令到一些人喜歡藝術的 可以在那個社區的店裡 你明白嗎 在那裡住的 譬如很簡單 你舉個例子 有一個區 那些租便宜一些 那些人就會在那裡住 住就會有文化 因為你在那裡住的 就是要吃飯 吃飯就會有人開一間 便宜一些的餐館聚人 我舉個例子 這個藝術會以前 現在Peter Lee Peter Lee現在很出名 做那些音樂Asian 都請了很多樂隊 他以前在藝術會 做一檔那些餐 在藝術FCC 在一個酒吧旁邊 他自己賣餐 即是讓他在那裡賣餐 他敗不了 因為藝術家太窮了 不會吃的 那個餐太貴 所以其實盛江文化的政策 到底是投資去買一些貴價商品出來 或者是橫木地追 去追風地追別人的那些 那些卡食 還是我們給多些時間 精力、銀子給我們本地的藝術家 去做事 這個是有根本的分別 為甚麼呢 我們說高鐵浪費錢 吊西九不能浪費錢 成千億 你說一千億拿來做這些事情 怎樣做呢 你要明白嗎 當你的政策說 我們要有文化的保育 我們要有一個氛圍的時候 你真的要撥地 還有做一個政策的槓 是令到有這樣的土壤才行 現在不是 好像你們這樣也不是 你在一個工廈 不是那個氛圍 你知道嗎 你說那個社區性 你說住賣 但現在不要說住 我們租來夾兵 其實都叫違規 為甚麼我們做一個創作 所謂的創意工業 為甚麼我們還會違規 如果政府是正視到我們的需要 我們是合乎程理去用的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搞土地更改用途 我們做回我們的工業 我們是工業來的 這個整個活化工廈就可以收起來 回家睡覺 我們做的創作 為甚麼還在爭拗 我們是不是違規呢 你們不應該做工廈 那我們去哪裡 去公屋嗎 我們去酒店夾給別人 沒有可能 其實去到這個情況 為甚麼政府根本追不到我們的需要 追不到我們 發展了十年 十年了 其實是違規在工廈 違規的 違規的 我們不是工業 因為我們隔壁不是工業 還有剛才說動物原式管理 即是說西九 西九其實可能是框架來的 其實除了西九做到石結尾 石結尾的藝術村 或者柴灣有個叫做 Youth's Bay 就是那個地方全部是沒甚麼用的 即動物原式管理都有老虎這邊 紅貓這邊 但這班可能班仔其他油畫 或者其他影樓的藝術家 他們是不立入政府看得到的人 即動物原式管理 他們是野狗 即是解閒力 即是這樣的道理 是沒有一個位置 在這班人 譬如我自己見到 觀塘現在收得這麼厲害 但有炸樓 叫九龍灣工業大廈 即是六層沒有電梯那些 其實丟空了兩三年 那裏為甚麼不可以藝術村 那裏大過石結尾很多 即大過石結尾是藝術村很多 即是為甚麼不可以用這些去做呢 想都沒有想過 因為覺得地貴 那裏向海 即是很容易我自己都得到 不用說對那些 看到那個前景的經濟 都猜到 猜到純粹行商的經濟 即是我們其實是 填充了這個工廈的真空期 我們是不怕這個 比較日久失修的舊式的廠下 我們不怕一個比較差的一個condition 我們去用這些地方 其實我們的工流是不可以抹殺的 即是我們是活化了這個地方 這麼多一年 那現在政府一個 一個麻煩就把這個活化工廈拿出來 反而將我們趕走了 然後將這些地方開了綠燈 給所有大財團去買 其實對我們是很不公平的 其實我們非常之憤怒 即是我們反而是要想一下 怎樣將我們團結少少 即是我們做創作的人團結少少 去為我們去聲討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暫時 2月20日 就是一個遊行 我們就一定要站出來 去為我們的真正需要去發聲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中央圖書館 走過去藝術發展局 其實你說你們自己這班 差不多背景的人 其實都開始凝聚了一會 開始經歷這個議題 其實在這個議題之下 其實你聽回 你覺得無論你說是一些 從事藝術創作的人 或者甚至可能是一些 相關的小商戶 他覺得其實會不會覺得 政府這個政策 其實他們根本是沒有辦法 或是沒有能力去到 就是他唯一的想法就是 可能都想好地方要搬 或者看看哪些地方還未加租 他唯有搬去那裏 其實怎樣可以搬呢 我們的量這麼大 其實你說我當你 假設觀塘區貴了 你們搬去上水 我們全部人搬去上水 上水都會貴的 其實到最後 我們新陳代謝之後 其實都是沒有地方用 其實根本就是 向這個大地產商傾斜了 完全是 其實我們的需要就是 靈資訊 沒錯 OK 好了 我們在這節時間到這裏 我們在下節我們繼續討論 一會見